人如果会说话真的太可怕了 公交车上上来一个大妈 一个小伙子起身让座 大妈您坐这儿吧 大妈没说感谢的话 而是笑着说 小伙子你多大了呀 小伙子微笑的回答 今年二十八了 大妈说你都二十八了 还挤公交车呀 我姑娘才二十二 就自己买车了 所有人都会以为 这小伙子会生气 骂人或转身离去 没想到 这小伙子腼腆一笑的说 我也攒了些钱 给我妈买了辆车 我妈一把年纪了 总不能让她挤公交车吧 如果遇到懂礼貌的人 给她让座还好 不然我妈这么大的年纪 还得站着多辛苦啊 你看就是这么短短的几句话 瞬间就扭转了局面 而在高情商聊天书这本书中 详细讲解了生活中 各种场合的聊天方式和技巧 真正的高情商 并不是一味的迎合和接受 而是考验一个人的智慧和反应能力 愿你看完 可以做一个会说话 更会回话的人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 就是过 11 15 11 12 18 12 13 12